1月3日 中国在还不清楚 造成疫情的病原体 是什么的时候 就通报了世卫组织 以及其他国家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是什么病原体 引起了疫情 所以我们当时通报的时候 把它叫做 不明原因的肺炎 1月7日 中国疾控中心 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并在专家论证后 于1月9日 通报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 1月12日 在经过科学严谨比对确认之后 我们把病毒基因序列 正式通报 分享给世卫组织 并且把整个基因序列 上传到 世卫组织 全球共享数据平台 中国的抗疫行动 对全世界公开 时间经纬 清清楚楚 事实数据 一目了然 经得起 时间 与历史的检验